雪道上火腰的焚血 这两车队两机不见 少队两机滑五分焚血 冲雪梦 哦 哇塞 早上八点一刻 现在天还没有放晴 但今天应该会是一个好天 昨天又下了三十多公分的心血 昨天一晚上 马路上又可以滑 走 今天会是一个大好天 哇 从马路上滑下去 从马路上滑下去实在是太神奇了 上面这些都是旅馆 下面还带清雪 哦 前面清雪车 哦 清雪车 哦 哎呀 马路上开始滑 这边是小镇子 清雪的地 下面是一条小河 这边是人形的桥 这是车型的桥 我们就住在上面 这个小村子里面很小很小 这边是滑车 滑车站 下面被清了 走边上 这下面是雪场停车场 这边路刚被清了 那边已经有几辆车 那个有一个大的清雪车 正在清这一块 今天应该山下上来的公路是通的 这个壮观了 壮观 对 这旁边都没清的 好 小镇子就这么一点大 这有一个清雪车 这条公路现在这样可以穿雪板滑到奥地利去 哇 炸雪崩了 一晚上到现在没炸完 这是一个180人的双层缆车 我们现在在二层上去 下面是坐100人 上面坐80人 现在没炸完 因为楼下也没炸 滑车全空了 这边就有工作人员 这边就有点 山上现在雪还很大 不过中午会放晴 今天应该会非常好的一天 无地大焚雪 在写道上完全没人 而且是焚雪 一条板还都没有 我们俩是第一个黑的滑的 写道焚雪 今天拿着焚雪板 在雪道上都能掀起破腰的粉雪 就是能见度稍微差一点 看不见坡度 没事你就直走就行了 一会能见度就好了 今天滑上应该到10点11点 是什么还是什么呀 总共我在到内滑出了 比到外还刺激的感觉 孩子想象了好久 看不清 看不到坡度 张短华这个无底粉雪必须要用雪道 那个手势不太好 但我看有人在网上用音叉360 装在这个包里 我这个正好可以装在这个包里 在这包上还有视角 第一次这种视角 呦 往前凉球 这是去厕所的路 真的太夸张了 终于放晴了 走水戳都集结成对了 这这么多 12345678 上面还有 16个人下就知道 马上就把粉雪都破坏了 马上就不止10个 这还有 现在还没出来 手持都抬不到 好 测试 这只还有一点 刚才上缆车前 我们还用队长机想画了 下了缆车队长机不见了 应该是从缆车上掉下去 刚才看到好像有一个坑 可能是就这粉血特别厚 两三米厚粉血 然后有可能那个就是杂的去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对讲机 如果找不到 我们就即将有三个对讲机再买一套 找不到的话就到了 再买一套 这也有点壮观 亚写车排队工作了 等他们都上来 我们就下去 这一趟是寻找对讲机之旅 看看能不能找到 不太好找 太深了 之前我们在学长 掉了很多东西了 车钥匙 或者手机什么的 都幸运的找到了 是别人帮忙捡的 看这次能不能再次幸运 对讲机找不见了 这一趟去找找对讲机 看看能不能找到 找对讲机 还无法能够找对讲 是别人帮忙 是别人帮忙 这些坑好像都不适 这边还有一个坑 这边还有一个坑 好像在上面 我从那上面滑下来 真的丢在这 不对 这是手套 这是手套 发现的是别人的手套 今天的粉特别厚 已经都滑成这样了 而且从这么高的地方 掉下来对讲机会特别深 我估计今天找不到了 只能等雪化了再说 如果你们谁来咱们闹滑雪 就这一条缆车 正下方 如果你们看到有一个 摩托罗拉的对讲机 记得联系我们 找了两趟 对讲机完全找不到 这个雪太深了 而且特别松 对讲机落下去了之后 直接就能砸出个很真的洞 而且上面的雪 万一就是有点浮雪 再一盖就完全找不到了 所以你们千万 所以你们千万 要记得手机装好 手机前方一定装好 在这种粉雪 掉下去 盖子找都找不到 就算你知道大体方位 估计也找不到 刚才看了一个黑色的 以为找到了 捡起来一看 原来是给人家的手套 这种人在很远就要 趁我招手 然后就找到施主了 看杂热坑有多深 看这个前龙 哇好险 快没路上 哎呀错过了两趟爽滑的机会 这已经都滑成这样了 赶紧下面滑雪了 这小孩很高兴的太能跳 你别陷进去啊 这个太陷了 哇你看这个有人脚踩进去了 行的实在也太漂亮了 前面小心点啊 前面这是有一个 包子 有一个 不是它有个包子来的 从这儿走 从这儿走 从这儿 你试着那个痕迹 走不行 得加速啊 要不然冲不过去 哇 高高 然后我们到这儿走 走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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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 哇塞 哇雪崩 太吓人了 哇 这是自然的雪崩 你看这都是很小的雪崩 这个雪崩 一旦 一旦有人在这个地方就出事了 那不是刚才那条刀吗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人就滑在刚刚雪崩的地方 这就是刚刚雪崩的地方 你看那个开始的点 那个地方稍微抖一点 然后下来就缓了 但是上面的那个地方 如果崩了 它会把下面全都冲击到 刚才那个其实不算特别 特别不抖 不算特别严重 因为这个本身地形 本身地形不是特别容易 还是要小心 你看崩到这么长的位置 其实这是一个能量很小的一个雪崩 但是都有这么长的距离 看雪崩的那个气浪 都到这个位置 它是挺长的 那个平板上面那个 那上面那个雪崩是平板雪崩 下面就一整层 弱雪层就崩下来 然后但是这下面这一块比较缓了 但是雪崩的气浪 会引着冲击过来 我的直升机 直升机应该是去丢那个 炸雪崩的东西去了 之前我们有个合作伙伴 卫士人他给我们讲 他的爸爸 就是在一次执行 炸雪崩清理安全 排除安全隐患这个任务中 那个炮忽然从反方向 打了 然后就去世了 反正跟雪崩 哦炸了 反正跟雪崩相关 都是些蛮悲伤的故事 大家一定要小心 看到了吗 那个 这是人工主动炸 就是为了防止它 就是弄到雪道上 如果住在小镇里晚上都是这种声音 这种下大雪的时候 工作人员也很辛苦 为这个付出了很多 所以相关知识还是要好好学 之前我们也写了一些系列 但是还是应该有敬畏的心吧 我觉得滑雪对我做很多事情 也有很多启发 太神奇的一天了 丢了对讲机 滑了粉雪 看了雪崩 这种雪山在形成弱雪层之后 就容易雪崩 但是即使有弱雪层 你也很难预测 它到底会什么时候崩 容易形成弱雪层的 比如说很热 然后忽然降温下了很多雪 或者是到春季的时候比较热 太阳辐射的比较厉害 还有很多种天气情况 崩是一门非常详细的一种科学 楚歌山里人公号上面 有一些文章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但是有一点可以观察这些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雪崩 这个地方以后还一定也还会发生雪崩 所以说就你如果经常滑的话 你看附近这些哪些山体 比较容易崩 就不要去它能辐射的范围之内滑也许 下山了 天已经完全放晴了 看那边就像童话世界一样 我们就住在上面那个地方 明天肯定是一个超好滑的天 看着车可太惨了 在这个地方停车还最好有一个车窟 下雪太多了 现在我们都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这些地方 让你放在这个地方